众所周知,在10月7日UFC229中的亚洲大战中,哈比布在比赛的第四回合背后裸脚,想扶了UFC超级巨星嘴炮康纳麦格雷哥, 赛后双方团队还因为口奖发生了群殴事件,对此,UFC调侃道,这个票钱花得值,掏一份钱,能看两场比赛,赛后,输掉比赛的嘴炮,仿佛并未受到失败的影响,还到处参加活动去宣传他的酒,而且,赛后还有媒体报道说嘴炮在比赛的过程中,对哈比布表示过轻易说道, 这只是生意,我无意冒犯你,只赛前对哈比布说,的那些垃圾话,难道说,嘴炮已经不在乎输赢,彻底的从一名职业格斗拳手,变成了一名伤人了吗? 如今看来好像并不是,思以为他赛后的洒脱,难免有些抢颜欢笑,不过是为了显得心理更强大一些,为啥这么说? 因为,如今嘴炮已经开始表现出强烈的二番战欲望了 今日,有外媒报道,嘴炮通过自己的社交交号发布了长文,大致意思是先分析自己是怎么输的,并表示自己输得心服口服,后又表示二番战自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还说了自己愿意排队等待挑战哈比布的机会, 自理行间不能看出嘴炮如今已经是在恳求哈比布能够给自己二番战的机会了 当然这更主要是写给白大拿看的,因为他才是UFC的老板,最有能力促成二番战的人也非他莫属 对于嘴炮的求战,哈比布又是什么态度呢?有外媒报道,对此,哈比布只回复了他五个字,这只是生意 笔者认为,哈比布的这个回复,可能是一语双关,一方面是在嘲讽嘴炮输掉比赛后却在说这只是生意 言下之意自己只在乎收入,不在乎输赢,另一方面也是在告诉嘴炮,你已经被我击败没有价值了 如今我有更好的生意要去做,你就等着吧 的确,如今风水轮流转,祭拜不可一世的超级巨星嘴炮后,如今哈比布手握轻量级冠军金腰带,可谓是亡名世界风光无限 很多赛事甚至是梅维瑟团队都想提升出了橄榄汁,赚大钱的机会有的是 简而言之,如今主动拳已经牢牢的握在了哈比布的手里,嘴炮想要二班战恐怕是遥遥无击了